不一定有趣,但这里足够精彩 大家好,我是坎秋烟 NBA是一个商业的联盟 伤病、性格、实力等因素都可能引起被抛弃 以赛亚托马斯就是其中一位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这位地表最强175 话说,小托马斯上一次在NBA 以正儿八经的主力轮换身份打比赛 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了 被迫离开NBA的这些日子里 不开心的小托马斯都在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 依然具备打NBA的能力 他在各种业余联赛里屡屡砍下高分 比如在德鲁联赛砍下45分 在Abo联赛砍下65分 以及近日在CrossOver联赛砍下81分 今年2月份 他还代表美国队参加了每周杯逆选赛 表现不足 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引起NBA的注意 但自2021年4月14日 在醍醐的10天短季合同满后 再也没有球队向他伸出橄榄枝 说来唏嘘 曾经的小托马斯凭借175的身高 和莫伟秀的身份闯当NBA 经历一路坎坷 凭借出色的得分能力 愣是在长神如灵的篮球世界 强势抢下立足之地 在为凯尔特人效力的那几个赛季里 他迎来职业生涯的巅峰 不仅稳坐球队核心位置 并连续两次入选全明星 也连续三个赛季品尝到了季后赛的滋味 最好成绩是2017年率队走到冬决 众所周知他是末节之王 他是第一表最强175 半决赛对阵奇才的第二场 他再度接管比赛 末节独取30分 全场豪取53分 迎来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单场53分的壮举排队史第二 区区哈佛里切克的54分之后 那几年的小托马斯可谓春风得意 虽然最终他和他的球队被詹姆斯的骑士 身世横扫 但距离总绝在仅仅一步之遥 对于小托马斯这样的区区二轮球而言 已经是一路艰辛攀爬所取得的最大的突破了 故事照这样发展下去 显然又是一则令人振奋的励志故事 但上帝并不这么想 他使了坏 像动了坏心思的编剧 笔锋一转 便使故事的走向发生了严重偏离 一步步向悲情方向凑近 2017年4月 小托马斯的妹妹因车祸意外离世 正在备战季后赛的小托马斯痛不欲生 坐在板凳席上默默垂泪的画面 格外令人心痛 他是兄长 也是球员兼球队领袖 他的球队正在攻坚一轮非常重要的系列赛 对于任何人而言 这都是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 当时就算他决定推出比赛 没人会说他不是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展现出了无法不令人感佩的职业苏扬 选择强忍巨大悲痛继续打比赛 他无暇疗愈伤口 无法陪伴沉浸在痛苦当中的父母 甚至只能草草参加完妹妹的葬礼 再匆匆忙忙返回赛场 那时候全世界都为比赛间隙 黯然神伤 红着眼眶的小托马斯动容 本来是人对在NBA这种级别联赛 打球的小个子容易心生好感 再加上忽然遭遇亲人离世的厄运 大家对小托马斯就更加心生怜悯了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 悲情色彩还是不够浓厚 于是便发生了更多 作以刺痛小托马斯的桥段 来突出其人生大起大落的戏剧性 绿军时任总理安吉率先跳出来 担当反派角色 他对唱白脸简直倾驾就赎 作为以金鸣兼利色著称的经纪人 是他在小托马斯的合同上 给出的一串数字 令字认为已经成了气候的后者 大为宽国 四年七千万无法满足小托马斯撑大了的胃口 直接造就了那句日后看来已成笑柄 但在当时足以表达原创主人公愤怒的金句 他需要开着运钞车来找我去约 不料安吉吃透了角色 是把坏人做到底 既然这笔巨款无法让你去救 那就不客气了 于是在大家的一片惊恶声中 和骑士暗通款曲 把早就和詹黄起了二心 且一心想做老大的欧文弄了来 可怜的小托马斯大合同没劳着 只带着早就在季后赛里伤了的半个屁股 前往克里夫兰报道 再接下来就是小托马斯 浑浑噩噩地辗转于各支球队 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剧情了 当年小甜甜 如今牛夫人 昨日香啵啵 今朝烂番薯 一路苦情延续至今 想他本是威莫出身 好不容易爬得高了 又被人一脚踹了下去 游户间一高一低 着实令人一难平 所以小托马斯除了在业余联赛 报复似的表演外 社交软件上也极尽能事的 明里暗里的内涵 抛弃他的球队 全都瞎了太和金苟延 这个时候世人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 同情有之 嘲讽有之 可不就像 情场上诈被抛弃的赤男怨女 被情绪左右 不受控地努力证明自己被辜负 却总有用力过猛之嫌 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 为什么小托马斯会在砍爆81分之后 嚎啕痛哭了吧 回头再看看 小托马斯拒绝了四年七千万 完全有他的道理 从个人数据上看 小托马斯在2016到17赛季 场均28.9分 5.9助攻 2.7篮板 0.9抢断 投车命中率46% 三分命中率38% 在当季的常规赛MVP评选中 小托马斯获得的票数排第五 从球队战绩上看 小托马斯带队打出了 53胜29负的战绩 时隔9年重归东部榜首 虽然季后赛里 冬爵遗憾败为 但是凯尔特人能晋级冬爵 小托马斯 鞠躬至尾 所以 无论外界还是小托马斯 都自信身价必长 要知道 在老鹰队摸鱼 一个赛季的小哈达威 童年是以四年7100万 被纽约签下的 童年 帝格签约森林郎时的金额 是三年5700万 这样一笔 给小托马斯的 实在是少到令人心寒了 换作任何人 都不可能欣然接受的 尽管安吉被骂 实在不要逼脸 但就是不肯让步 因为在他心里 小托马斯 成也屁股 败也屁股 就值这个家 当然 如果小托马斯 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那肯定为所谓的 五斗米折腰了 可是未来的事 谁会料得到呢 他更不会想到 几年后 有个叫施罗德的家伙 重蹈覆辙 才让人们 对小托马斯 就是重提 好歹 施罗德 还是有球队收留 暂且折服着 有机会 还要干票大的 这就是一场 赌博性质的博弈 输赢 总得靠几分运气 可惜小托马斯 运气不佳 一输再输 臀部伤势 身高带来的防守短板 自负的性格 不再围绕他为核心的战术 等等因素交织 让他在离开 凯尔特人后的 每一支球队里 都无法稳定的安身立命 如此一来 便是恶性循环 打不出漂亮的数据 自然也拿不到 漂亮的合同 人都是要吃饭的吗 没钱养家糊口 和西北风吗 据统计 他在NBA八年间 一共赚下 3,115万美元 好歹两届全明星 甚至比不上 部分角色球员宽住 两年前 媒体曾爆出小托马斯 因为生计 把位于首都的豪宅 底价挂牌出售 所以 小托马斯 才如此迫切希望 重返NBA 哪怕给底薪 人生到这种地步 此一时彼一时 任他昔日如何威风 现如今 应该是没有 讨价还价的资格了吧 毕竟NBA的话语权 一部分是超级巨星的 一部分是打算盘的老板的 人活一世 总是30年合同 30年合系 甚至不需要那么久 三天土机变凤凰的 也不是没有 可能小托马斯流下的眼泪 可能和你夹着尾巴做人 却被苛扣奖金时 外卖超时时 附和加班时 房价和彩礼 逼疯你时 碍而不得的 哭泣 有异曲同工之处 你同情小托马斯 说不准就在同情你自己 别不好意思承认 人这辈子 谁还没狼狈过 一回两回呢 关键是 你跌倒之后 是愿意站起来 拍拍泥土 捡起武器 继续前行呢 还是就保持狗肯尼的姿势 不动弹了呢 站起来之后 如果此路不通 你是 冥完不化 一意孤行 一条道走到黑呢 还是 掉转马头 另辟蹊径呢 总是有人会给你答案 比如 曾在美国 沦为过街老鼠的 前NBA球星 史蒂芬 马布里 直到他几近辗转 到了北京 传奇才正式开始 对于小托马斯来说 这个答案仅供参考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 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 砍就爷 我们下期再见